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各位宋师姐,大家午安 今天我们是元决金的第二奖 所以我们课程刚开始 各位还记得我们第一节奖的序论吗 需要从这个地方重新来考考大家的记忆 就是因为刚开始上课 我们要知道上课的要求 上课的要求就是身心疾灭 身心疾灭为要求 所以没有疾灭的话 就没有这个能力来上课 那何谓疾灭呢 这个有一个问题 何谓疾灭各位知道吗 回去我们要想这个问题 对这个是个要自己去了解的问题 但是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佛首先就进入这个神通三昧中对不对 称为神通大光明障三昧正寿 这个是佛要说法的时候 首先入定 这个入定 就是底下这些话都是说明这个定的内容 各位知道吗 定的内容 然后大家也是一样介入三昧 同住如来平等法会 那你要把这些话背起来 一直在思考它的意思 因为答案不是我说给你听 我们上课是需要说明 说明的目的为了引发我们的思考 所谓思考其实就是用佛法的知见 来思维佛法的意义 所以这个思不是胡思乱想的 是依于佛法的政见 那我们能讲的就是用世间法的方式 来说明它的一个意理 这个叫做演义 各位知道吗 演其意义 就是三国演义 但是读经最重要就是明理 明理就是为了观心 所以观心就是禅观的意思 用禅修的方法来观 观照 观就是观照 也就是观看 看懂我们的心 那这个就叫禅修 了解吗 那你就不是你说我说而已 而是说你能够随闻而入观 那就是要有能够辨别它的法义 那因此啊 这里有几个名词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能常常都要回来 这个第一章叫做区分来理解 这个法会称为平等法会 那为什么取名为平等 那因为佛说 它就是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三昧正寿 然后这个三昧正寿最主要就是平等的意思 因此就是要听这个法就是都要入定 了解吗 所谓入定不是入眠 这个时候可能做定了就可能很容易入眠 就是入睡 它不是入眠入睡 而是定的意思就是不动 在哪里不动就在于定中不动 让它不动了解吗 我们的心就是打妄想以及打瞌睡 所以不是胡思乱想就是成成欲睡 这个叫做两端 然后进入三昧的话 那么跟佛如来都是同住于这样一个平等法会 什么叫平等 刚刚问过了 什么叫平等 起码第一个经文就先告诉我们 就是凡圣平等 了解吗 所谓凡就是众生 所谓圣就是如来 那这个三昧正寿当中 这个觉悟啊 也是众生跟诸佛平等的所在 所以就佛而言就是一个光源所住持之地 就众生而言就是一个清净的觉悟之地 所以两个是不二的 因此这里有没有不二 于不二经的味道 不二意思就是唯一的意思 唯一就没有两个不同 我要打个比喻来说 我们前面有那个瓶子了解吗 瓶子跟瓶盖的关系是不二 各位知道吗 如果没有盖子那瓶子可以吗 也是可以用 但是用途就被缩减了 有时候需要盖起来对不对 那因此它是不二的关系 少了一本就不够完整 有没有这种说法 于是就说因为少了一本全部都不要 可不可能呢 有啊我去剪书的时候发现少了一本 我心里在低估 那套书怎么办 我还是带走了 因为那本可以想办法补回来 有各种方法补回来的 一个影印 一个到救赎摊 第二 再来的话可能就算了 就编个墓就好了 缺一本 可不可以 所以一个碗 一个碗 各位知道吗 吃饭的碗 如果有一个裂痕的话 重不重要 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 看你决定 所以这叫相对 我要讲一个道理 这叫相对 所以我们如果接收一切的话 那么不完美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要怎么 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完美 你会不会把自己抛弃 可是 可是如果他是 你不把他当作是自己人的话 心爱的人 你就可能嫌弃他了 那今天的话我们说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世界跟我们的关系 到底是一还是二 一还是二 万法分云不只是二啊 万法分云就是说一一法皆一一存在 对不对 那你怎么考虑你跟他的关系 厉害关系 有厉害关系就有意义 没厉害关系就放牛吃草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在定义这个世界的意义 我们自己各自定义所处的世界的意义 于是这个也就是一多的关系 了解吗 一多的关系 那一多关系的话 往往从一出发就从自己出发去理解的话 他们就不是一个整体 没有一个整体观的话 我们就可能落在一个自我中心 彼此的各自的自我中心会造成互相的冲突 所以佛法是在讲这个道理 就是要化解这样一个冲突的话 那必须要有平等心 了解吗 平等心 当万法接平等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内心的平等的结果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称之为 称之为什么圆满十方 它一定是圆满十方的 你知道为什么 所谓圆满十方就是充满在十方当中 十方就是东西南北上下左右 这个一切的方位都包括在十方当中 所谓十方的世界 都充满了所谓的平等的观念 所以说圆满的话就是 就是没有差异性了解吗 没有不同的 譬如说喜欢的就多一点 不喜欢的少一点可不可能呢 之所以不会的话 那是因为它内心没有这个差别 差别的想法 你说了 十个手指都有长短嘛对不对 世界怎么可能没差别啊 好吃不好吃有差别嘛对不对 这里每个座位都一样是吗不一样 坐在前面以前的学生怕点名你知道吗 坐在后面可以打瞌睡啊 所以说还有呢冷气冷气电风扇的关系 光线角度的问题 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殊的特殊的意义 这个就是不平啊不平等 那为什么佛法讲平等 那就是说把这个差别性 这个泯灭的话意义在哪里呢 也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修行 佛法最主要讲无我 但是凡夫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有我 如果无我的话 会不会是没有思想的人 所以无我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了 无我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直在讨论要如何证得无我 但是对无我没有很清楚的话 无法无法这个取得有效的一个修行 那这里说的无我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身心极灭了 身心极灭是什么意思 没有身没有心的差别 各位了解 身心没有不同 可是我们是身心有不同的 你同意吗 我们我们自以为有心 我们自以为有心 这个有心 圆绝经说的就是以六成圆引为心 六成圆引有没有听懂 六成圆引有听懂吗 在这里 以四大为身 以六成圆引为心 这个会不会被 妄认四大为之身相 六成圆引为之心相 这两句话就是凡夫的身心的由来 那这个身心是真还假的 这为什么会是假的呢 这明明就是我嘛对不对 只有自己 你觉得你说是假是因为经文给你的观念 你读经而来的这就是知识 还是你清证它是假的 有没有 听懂这个道理吗 我们用很多佛法的知见来理解 来说明看起来应该我们就是程度很好对不对 其实我们一点程度都没好的话 这就是问题了 我们今天要上课的目的 为什么因为圆绝经讲的就是修行的道理 这里今天蛮多蛮多朋友来 我觉得蛮多人 好久没那么多人来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最近这一个月来都是只有两个人 一个主讲人一个班长而已 所以各位今天都是要来听圆绝经 那请问对圆绝经是否已经有认识了 那对圆绝经是否已经有认识了 那对圆绝经是否已经有认识了 没读过的应该先问了 没读过应该比较少吧 所以说没有读过啊 那对圆绝经请有读钟 我还有一个经叫做维摩节经 礼拜二要上 这两个月要跟这两部经典奋斗 昨晚其实都很晚睡 要把这个稿写起来 随随便便都花两个钟头你知道吗 随随便便把这一张的稿 那个经文顺一次写一次 不写不行 因为上课要录影 不录影我就可以偷懒一点 录影的话就留下历史记录 以后会对后人 看到就说摇摇头了 听不下去 十分钟就听不下去了 那我要收摊了 所以很认真在准备 事实上不好懂啊 但是各位能懂这两句话吗 我们是以四大为生 六成元饮为新 什么意思呢 四大就是地水火风 然后地水火风 你真的有亲身的体验吗 地水火风怎么会是身体啊 它表示什么意思啊 它是说 没有没有不是感觉啊 感觉在心 感觉在心 身体这个地方表现的意思是 身体是物质的存在 地水火风是物质 第一就是坚固的骨头 对不对 或肉 再来啦 嗯 在来呢水水 都得雪液 这个 陀液 对不对 然后呢 风风是什么 风比较不好理解 呼吸呀 呼吸呀 有有有风了 喝 还有火火是什么 那是温度温暖 那最物质应该是骨头嘛对不对 然后最不物质的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风呼吸啊火火啊对不对暖气 所以它最主要是讲那个物质的部分 但物质如果没感觉又没有心理的话 那那个桌子也是物质嘛有没有道理 然后其他的石头也是物质 那跟我们什么不同就因为他们没知觉 你懂吗没知觉背后就是没感觉 身体没感觉了解哦 然后感觉的背后还有一个支撑点就是知觉 所以就是心灵的部分 那因此心就是这个心灵的部分了 那感觉是介于什么物质跟心灵之间的存在 所以话说回来了 没有绝对的物质也没有绝对的心灵嘛对不对 那心灵一定会抓一个物质来当身体 对不对 心灵一定抓个物质来当个身体 那物质呢物质一旦被心灵所所所所所所什么抓住的话 它也变成是什么有心灵啊 所以有一些庙没有人拜你知道吗 有一些庙很很灵有人拜差别在哪里啊 里面有神你了解了 里面住了一个神 那个神从哪里来的 那个神应该从外面来的 搬进来的 那那个物质呢物质就变成怎么样 就不只是物质了 不只是物质 那你能理解我们这个身体吗 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我们抓来的 了解了 我们什么时候会抓来啊 我们以过去的身口一三叶 抓来的结果 到这一辈子成形成熟了 因缘成熟 就把这父母为因缘 就把我们的身体生出来 那佛法实践说明生命的由来 那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这话说回来了 说真是真的 说真是真的 但要说假呢 也是假的 所以你要知道 佛法看跟谁说 看跟谁说 然后有些人跟他说是真的 有些人要跟他们说假的 那我们今天要怎么讲最好啊 我们都讲啊 话说回来 话说回来 也说真的 也说假的 也说没有真的 没有假的 那么听懂你的意思 我们说真的 也说假的 没有真的 没有假的 那这个就是 我们说过了 真理是在矛盾当中 去觉悟了解吗 然后 凡夫只执着在一端 真的就不会是假的 假的不会真的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真假是相对 而且冲突矛盾 那因此各取一端的话 彼此会怎么样 冲突 但是佛法说 真的理由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 世俗地而言 就是缘起啊 缘起就是 因缘跟因果的关系 但是就 这个 真地而言的话 是要超越 世俗的 因缘因果 不然 不然 我们不就没有 解脱的可能吗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所以因缘因果 是真的 世俗地的说法 但是世俗地 要进一步超越 那就是说 称为修行嘛 不然的话 坏人永远没机会 什么 超生 那这样的话 不断绝我们 的深入吗 那佛法 佛法究竟怎么讲 这个 这个 生 就是从 这个世俗的 迷失 觉悟 那世俗 还没有 有觉悟 以前 是真还假 不知道 你想这个问题 你说 梦境中之事 在梦境之时 是真还假 梦中是真 还是假 我说梦中 那你梦中 那你现在是做梦吗 也是做梦 而且是大梦 对不对 而且是梦中有梦 而且是梦的不知所终 所以呢 还真还假的 当然是真的啦 但是醒来的时候 现在问你了 那就是说 假的 为什么是假 因为已经离开那个世界了 所以说 是真 是真 也是假 但是 不是真 也不是假 那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原觉所要谈的道理啊 因为梦夫是以四大为生 以六成援引为心 六成援引 这句话听懂吗 就是攀援六成的影子 这个意思是说 攀援六成的影子为自己的心的意思 所以 已经 等而下之 各位懂啊 就是有一个分别心 去追逐 这个六成 应该是六根 攀援六成 对不对 六四是在做一个 分别的结果 这个只是个影子而已 还不是本尊啊 那这个心 够假了 对不对 但是凡夫是意见而生活 你现在告诉他 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是学佛 你懂吗 如果说懂的话 如何能够从四大六成 当中去觉悟 这个就是我们谈的一个 真实生命的一个 呈现的结果 那所以啊 今天我们回到第一个来谈这个问题 第一节 需要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了解 圆绝经所谈的就是一个圆满的觉悟叫做圆绝 那我刚刚这个有给各位看这个书 就是因为这个书叫做我们用的书叫做完全证悟 当然一个部分啦各位可以不不看这个完全证悟就光听我讲也够用啦 但是我我会用这个书来做一个参考 其实十四堂课可能也不够讲完我觉得是不够讲完的因为我今天就要讲完第二章你知道吗 我可以比较比较懒懒散散散的因为夏日嘛对不对 大家也可以这个喝着喝着什么饮料来听圆绝 那我们就把它慢慢慢慢讲讲到过完年都可以的 不过我习惯还是要有一个计划 但是这个课我大概这几年五年来都没有没有再碰过它觉得有点陌生啦 我就决定就讲十四次 十次是各位有看到那个目录了 一次讲一个菩萨看起来还蛮多内容的 蛮多内容虽然说是三小时 所以要讲到书的话应该也是蛮吃力的 但是我还是会用书我也期待各位看书 对这个是这个是法古山圣言法师的英文著作 我说是英文著作它的原版是左边这个 这个叫做完全这个光明对不对 完全光明也就是翻译为完全正物 因为光明代表的就是正物的意思 圣言法师就是用禅修的观点来解说这个经文内容 有很多地方可以发明它的道理 那我试图尽可能讲到啦 因为今天第二次上课啦 第二次上课我预设的一个目标是 就是让大家回到一种第一节课的一个理解 然后告诉大家说 圆绝经的一个修行就是禅修 然后这个称之为三昧正寿 圆绝大定的一个理解 那大家需要有禅修的观念 然后才可以比较能够掌握到经文的内容 然后经文需要长长的去复习 要能够背起来 背起来要抓住重点 所以第一个要背的话就是平等法会 这四个字 这个法会需要进入一个三昧当中 是诸法平等 那这个诸法平等就是说 佛跟众生的平等都在这里体会的 佛能够修行而成佛 那众生也是可以修行而成佛 然后要如何平等身心极灭平等本际 本际的意思 我的解释就是从根本到边际 根本到边际意思就是从本到末 所谓从本到末的意思是说 一个事情的发生会有它的演变 了解吗 到最后会不会变直 本来做了很安定 后来就不安定 会不会呢 身心本来是很好 到后来变得很烦躁 有可能 所以就不平等了 了解吗 就事上而言不平等 但是就本质而言是平等的 所以说 相有什么 生灭 那信呢 信不生不灭 然后信经说的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真不减 那就体而言 不生就是不灭 不灭不减 不灭不减 不够不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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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净 其实就是说它的值有改变吧 品质有改变对不对 那现在说都没有这些问题的话 那就称之为平等 所以说它是十方圆满 刚刚说了十方圆满 就是在各个世界 不会因为不同的世界 不会因为不同的事情 不会因为不同的心情 而有所改变 不会有差别性 各位了解吗 这样的话 称之为不二 不二也就是身心不二 无我不二 一切相对性都没有差别的对待 叫不二 例如说我买了两杯咖啡 两杯咖啡会不会是不二 不会啊 杯子不同啊 量也不同啊 所以这里都说 没有这些不同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我刚刚也说了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平等 有差异性 那为什么这里要讲不二 所以我们要转换外在的世界的差别 用内心的修行 来改变它 这可以理解吗 那如果你不改变你的心情 或你没有体会到你的 我们这里称之为本觉之心 那我们是不是会被外面的世界 那我们是不是会被外面的世界所改变 或所影响 那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究竟是我决定了这个世界 还是这个世界在改变了我呢 那你如果说是都有的话 你如果说都有的话 这是相对论 那怎么 那相对的话 那就没有标准了 没有最后的标准 究竟的标准 那这个没有最后的标准 都只是在彼此之间的一种关系 不断的一个调整变化的话 你认为是真理吗 那佛法会是不是会是这个观点 很显然不是 圆绝境不是 起码用圆绝境的观点来说明 很不是 但是如果你用为是 还是说用信空的 般若的系统来理解的话 好像比较有讨论的余地 可以妥协 我觉得可以妥协 但是用来这样 没有妥协的余地 你知道吗 为什么 那再来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会接受这个观点 对不对 为什么要接受这个观点 那一定是要从这个观点里面 体会到他对我有帮助 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 不二当中 对不对 随顺这个世界 就在不二当中 就是净土的出现 这个是我们圆绝境的 基本的道理 你一时无法理解 没关系 了解吗 但是你需要先知道 这个道理要怎么去说的 因为我们现在来读这个经 基本上就是愿意接受他的教法 或我们想要了解他的教法 如果你还没有建立这个信仰 没有关系 我们抱持着一个学习的态度 理解他的话 那这也是我们入道的一个方式 所以要把这个道理 反复的去思考 然后当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会读不同的书 会回应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 那这个答案是你去追求的结果 了解吗 是因为你有问题 你心里有一个疑问 所以你会寻找答案 来满足这个心中的愿望 那因此要有这个问题的意识 是重要的 然后这个重要性 多于大于老师的说法 因为老师说是他自己一人说法而已 你自己体会才是所谓的自家保障 那因此各位要记得了 这几句话 就是一切如来光言 祝辞是诸终生清静绝地 身心极灭 平等本气 圆满十方般若随身 与般若见现诸净土 中间就是有十万人来参加 有十二个菩萨为代表 然后大家都在三昧当中 同住于如来平等法会 那就是每天都要读一读了 那读到后面越读越多 对不对 那开始时候 只有简简单单的 就是这几句话 所以我们就听一次 前面这一段的内容 大方广 入于神通大光明杠 三倍正寿 一切如来光言祝辞 世诸终生清静绝地 身心寂灭 平等本气 圆满十方 不二随顺 于不二净 现诸净土 与大菩萨 摩克萨 十万人聚 其名曰 文殊师利菩萨 普贤菩萨 福衍菩萨 金刚造菩萨 米勒菩萨 清净会菩萨 威德自在菩萨 变音菩萨 净珠夜照菩萨 苦觉菩萨 圆觉菩萨 贤善守菩萨 等而为上手 与诸眷属 接入三昧 红柱如来 平等法会 好 以上是我们的第一章的内容 各位要设想 这个大光明障 不可思议的境界 然后让自己的身心 也可以完全放松的情况之下 来接受佛法 感受这个众生跟诸佛 是不二的 那我们今天再来就是谈第二节 第二节的一个内容 第二节称之为文书菩萨章 讲义各位有回去看吗 有知道内容吗 这个题目叫做因地法行 因地法行 就是果地就是成佛 那么因地就是学佛 对不对 所以所谓因地法行就是学佛 而到达果地成佛的一个修行法门 然后简单来说是文书菩萨 来请问佛要怎么修行 这个法会总共有多少人来参加 刚刚说十万个 十万人很多 然后十万人但是有十二个代表 代表秦法的菩萨 第一个秦法的菩萨是文书菩萨 文书施力菩萨的一个特质 就在于智慧 一个充满智慧的菩萨来问 怎么修行 对不对 所以说他是怎么问的 我们来看这个内容 然后看这个内容 就不如我们来听这个内容了 所以我们就继续听完 这个刚刚说的内容 于是文书施力菩萨 在大众中 一同做起 顶礼佛族 幼绕三杂 常跪插手 而白佛言 大悲世尊 愿为此会 诸来法众 说于如来 本体清静 因地法行 吉说菩萨 吉说菩萨 于大成中 发清静心 远离诸病 能使未来 末世众生 求大成者 不堕 斜见 作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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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体 投地 如是三情 终而复时 二十世尊 告文书施力 菩萨 也 善哉 善哉 善男子 如等 乃能 为诸菩萨 咨询 如来 因地法行 即为 末世 一切众生 求大成者 得正 助持 不堕 邪见 如今 地听 当为 如说 文书 受到 文书菩萨的 问题吗 他在问 问说 要 要 要为 前来参加法会 的诸 诸大菩萨来 请问佛陀 佛在 成佛以前的 一个修行法门 是怎么样的 因此这个法门 他说是 因地法行 有没有 知询如来 因地法行 所以说 我们题目 就给他 因地法行 文书菩萨章 也只有一个 纲目 其他的 其他的 有很多纲目 有两个到三个 我们来 目录来看看 我们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 没显示这个道理 没显示出来 我读这个 原决经第二次 在几年前 就是 就是把经文做出一个 一个我的 我的读本 然后这次上课 也依着这个文本 来给大家来做一个 分享 刚刚说的 因地法行 对不对 一个纲目 其他的 普贤菩萨有几个 两个 普远菩萨有三个 那为什么要分成两个三个呢 那因为一片不好懂 了解吗 读经 就是要把它分析 分析 然后要从结构来分析 结构是我们切割的结果 然后要从字句去分析 所以说我是怎么给他安排的 那就是件一二三四 了解吗 这个安排还不够最后定夺 应该是说随着越来越清楚的话 可能分析更多的话 就会有更多的一个段落 那讲这个是让大家知道 如果你来读的话 你要怎么读啊 你要怎么读 才可能把它的一个经典的大意 掌握起来 因为我们回去都要靠自己读 了解吗 然后读到最高的境界 就是读到经就看到佛一样 这有没有可能 有啊 真的啊 真的看到念起来读起来 就是如佛在眼前 这个的话 就要把文字都很通达明白才可以 那这个要做得到的 就是先从结构而来 了解吗 所以是慢慢累积的结果的 所以说 我刚刚说的是 这个是一些纲目的结果 抓出来了 我们再来核对内容 再来讲解内容 这次上课我可以用了书 可以用到20本了 不是每一本读完才读第二本 是随手拿起本来读 来解说经文 所以我们等一下 就是要把经文的内容 跟各位 做一个分析 那刚刚就是提到这个说明 经文一开始就提出 文殊菩萨在大众之中 集重做起 顶礼佛足 然后呢 又绕三架 你会问为什么不左 左边绕过去 这个说法是说 肉绕为尊敬 了解吗 以肉绕为尊 然后就常规 常规插手而告佛言 就是请佛慈悲 希望能够为这个法会 诸位来参与 法会的信众们 能够开示如来 最早 最根本的一个清净因地法行 那么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后面说的 远离诸病 一个是不多邪见 因为后世的诸大菩萨 在大圣佛法的行政当中 要能够发清净心 发清净心 意思就是说心不会改变 心不会改变 各位知道心为什么会改变吗 因为菩萨道很难 大圣之路是遥远之路 所以中途会变心 了解吗 那这个不变心的话 就是清净心 要如何做到清净的意识 就是不被污染的意识 不被外在环境的影响改变 所以就是发清净心 才可能远离诸病 诸病是什么 诸病是修行各种的障碍 然后也让末世的后世众生 求大圣者不多邪见 那所谓不多邪见 也就是后世求大圣者 会有很多邪见 就是不正当的思想的影响 那这个是需要佛给予我们一个指导 从根本来做一个指导的话 我们才不会发生疑问的 那因为文殊菩萨的请求 所以说世尊就告诉文殊势力菩萨 这个修行道理了 这个修行道理各位知道吗 今天我们要来听识 这个修行道理 圆觉经总共有几章啊 各位知道吗 有十二个菩萨 绝对是超过十二章 那么有一个说法是 把序章也放在文殊菩萨章里 所以他就只剩下几章啊 十三 十三吗 我们看看那个目录 圣言法师的书的目录 我们看看目录在这里 第一章第二章 所以这里有几章啊 十一章 十一章而已 为什么这里十二个菩萨 为什么十一章 必念菩萨他没讲 所以少了一个菩萨 会在哪个地方啊 在这个附近呢 应该是第八啦 少了一个第八 所以第八章应该是第九章 如果要帮他改的话 对不对 所以这里十一章就是十二章哦 十一章的话 就是十二个菩萨 然后有一个前沿 了解吗 前沿就是序分 所以有些是把序分 放在文殊菩萨一起的 那我们是把它分开 那起码是说 这里有的是十三章 了解吗 那十三章 十三章 十三个内容 我们需要把它记起来的 那第一个就是文殊菩萨章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回到前面的地方来 刚刚说了 就是十二个菩萨有十二章 那十二章当中 你认为有没有 很重要很重要的 哪些篇章 前三章最重要 还记得 那前三章更重要的是第几章 前面的序分最重要 序分 序分最重要 序分大概是说 有一种修行的氛围 了解吗 然后才问说 这个修行的道理是什么 对不对 有这个修行氛围 然后很享受 很上网 然后再问佛说 佛你是怎么修行的 你还没有成佛以前 你有没有一个很根本的一个修行法门 可以教导我们 让我们以后修行的人跟你一样 都可以学佛而成佛 对不对 因为末世众生 也就是说没有佛的指导啦 所以说会被其他的邪见所蒙蔽啊 那就像圣语法师在的时候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嘛 对不对 他不在了那可以问谁啊 好多人就是问书你知道吗 问书啊 就是把圣语法师的开示啊 在书本里面就是抓出来啊 我有一个群组就是专门回答这些修行问题的 那就是说可不可能后人帮圣语法师整理出一个修行次第 照着走就好了 有啊 有啊有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以法为师对不对 就有一个不剁邪见的一个依据 再来就是说要如何的修行 这个心要怎么发才叫做清静 才可以远离一个种的修行的障碍 因此就去问这个问题的 那既然说的话 第一章也很重要啦 各位知道吗 第一章很重要 然后可是第一章讲完 似乎也是太难太高了 大家也是听不懂的 所以呢 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大家听不懂 这个有趣啦 这个有趣啦 所以才要用 才要会有第二个菩萨 普贤菩萨出来了 普贤菩萨的排序是有意义的 各位知道吗 因为文殊菩萨代表了智慧 这个法门需要有智慧才懂的 可以吗 有智慧才能懂的 所以文殊菩萨就提问 但是这个智慧太高了 这个智慧要落实才真的懂 不然也不够的 所以普贤菩萨代表的就是愿行 十大愿行 所以它代表是实践 通过实践懂了 可是这两大菩萨一来一往 讲的还是太深了 没有法眼 这个智慧跟这个大行也是不懂的 所以普远菩萨又跑出来了 代表的是要有法眼对不对 才可以的 智慧跟大行都需要有法眼来做一个抉择才可以真的懂了 不过他们三个菩萨提出来的对我们这些末世凡夫来说依然很深 那后面就越讲越清楚了 了解吗 越讲越清楚的话 那就已经落于法相而说 了解吗 前面比较讲的是法性为主 那法性觉悟就是立根 然后法相来理解的话 是我们的顿根 那因此原觉经就是谈见的一个圆满的觉悟的一个道理跟它的实践 那见的话 我们为什么读这个经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原觉经来找到学佛的道路 了解吗 通过原觉经来找到学佛道路 而原觉经代表的是如来藏思想的学佛道路 那就跟般若系统跟维世的系统是有不同的观点 那大概我们既然来理解的话 会比较清楚我们学习的所在 那我们暂时休息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佛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上课的重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各位刚刚听完文书章的内容 有没有觉悟了 有点觉悟 所以要全部有感觉 对不对 我们来谈谈这段话的内容 最后一段叫做记送 记送是把长行做一个归纳说明 长行讲了很多 记送只有归纳而言 就比较简短了 简短 其实是内容是重复的 相同的 只是用不同的文字 再说一次 更精简地说明一下 那我们要说明 首先先从大处左眼 就是 就是 佛的开示要怎么怎么说明 就是你看到一开始 就是 无上法王有大陀螺离门 名为原觉 对不对 然后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 涅槃及波罗蜜教授菩萨 一切如来 本起因地 皆依原造清净绝相 永断无明方程佛道 这个是属于一个范围 就是如果要说 就是第一段 了解吗 但是我是分成三段来说明 在这个地方 它是首先 佛就说明有一个叫做 绝绝的法门 了解吗 有一个法门 就叫做原觉 名为原觉 那无上法王就是佛陀 有一个大陀螺离门 就是陀螺离的意思就是种词一切的意思 陀螺离应该是藩文是吗 藩文的音译 那白华就是国语啊 应该说是汉文的意思就是种词 种词一切 就是通过他就抓住钢领了 抓住钢领 各位听懂吗 那我上课现在 现在这一堂课开始 也帮各位抓这个钢领 就是文书章的开示 总共有几点呢 总共有四点 最后第五点就是那个寄送不提的话 有四点 那第一点就是说 佛一开始就说明这个回答 就是他有一个法门 是种词一切法的法门 就叫做原觉 然后这个原觉法门 可以产生 产生一切的清净的佛法 那底下所说的 清净 应该说了 应该说 清净应该可以算是 也可以算是一个形容词好不好 然后真如有听过吗 有 真如在佛法的理解为 真实的代称 真实 听懂了 就所谓的佛法的真理 如果佛法本来不讲 不讲客观的东西 了解吗 因为佛法终究是讲 无我跟无我所 那这个真如会不会是我所呢 真的是真如就没有真如这个讲法吧 可以吗 所谓的真理 就是没有真理这个标榜才是真理嘛 对不对 因为真理无所不在嘛 那如果你标榜一个东西叫真理的话 会不会是一个个人的意见而已呢 有可能的 所以不管了就不说了 因为后来佛法也是要通过明相来理解 它有一些明相就叫真如叫菩提叫列盘叫波罗蜜对不对 这都是佛法的名词 这佛法名词也就是佛法的修行观念 或佛法时间方法 或佛法的一个真理所在 可以吗 波罗蜜就是到彼岸 列盘就是烦恼止息 然后菩提就是觉悟 真如就是真理 可以咯 那清净的话清净就是 清净是怎么形容好啊 污染啊 没有污染啊 也可以 那把清净当个形容词好 还是当这个法的代名词好呢 那我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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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顿号来做一个区隔 很显然它就是跟真如一样是平等的一个法嘛对不对 那好 那现在是说了 我们都不懂这些名词的内容可以吗 刚刚我只是在描述一下 换个说法说它是什么而已 譬如说波罗蜜的道彼岸嘛对不对 什么道彼岸 然后就从生死此案到不生不死的彼岸 叫做波罗蜜 那这都是在 都是在 胡说而已 就我在说而已 那没有关系 我们都不先不管这块 我们只知道这些都是好东西就好了 有没有道理 然后呢 佛就是有一个法门叫做圆觉 而这个圆觉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们只知道有一个法门就叫圆觉 它总持一切法 它可以产生其他的佛法的一个内容 那么佛就是用这些佛法内容来教导 教导诸位菩萨 可以吗 这句话讲完了 那然后呢 它的意义就是说 要谈起来啊 你要问的那个所谓的如来本起因地 对不对 不止如此 一切的如来本起因地都是依照着这个圆觉法门 怎么样 涌断无名 那圆照清净觉相就是说这个圆觉法门的使用 因为圆照 那个照就是观照 圆就是圆满的意思 圆满的观照意思就是没有一出一漏 了解吗 然后任何一切法被它一照 都是清楚明白的 这叫做清净觉相 就是说 他说这个觉相其实就是这个圆觉的一个什么 一个圆觉的一个存在 有所谓的体相用 对不对 如果这六个字 圆照就实用 圆照实用 那清净呢 清净是它的体 体 这个体的特质就是不被污染 不被改变 不会有生灭 等等的现象 所以叫清净 所以清净是形容它的体 那觉相就是它的 它的什么相 那因此这个圆觉啊 分成体相用而言 就圆照清净觉相 可以吗 应该是这样吧 因为我们讲的很啰嗦 照着经文的意思来说 如果 简单来讲就是 都是一着圆觉的 修行 一着圆觉的修行 圆满觉悟的修行 然后它为什么把它写成 绝相就是不要灼其 像的意思 对不对 不要执着于有一个东西 就叫做圆觉 可是它明明就是提出有一个东西 就叫圆觉 那后面又就是要把前面的画 修正回去了 修正回去 结果就是让我们 这个随力就随破 了解吗 当佛法讲到一个东西叫相的时候 然后就告诉我们不要着相 所以 依着这样一个圆觉的方法 有没有一个功用啊 圆照的功用在哪里 圆照的功用就在于 就在于断无名 那很显然有一个东西就叫什么 无名 而且无名要怎么样 要断除 而且要永远断除 然后呢 有什么结果啊 有什么结果 才能够活啊 不只活啦 不只活啊 活不够 才可以成佛 才能够成就佛道 了解吗 方就是财啊 意思是说 依着前面这个条件 产生后面的结果 就是方 方才能够成就 无上的佛道 所以 要成佛 要断无名 了解吗 这段话的意思 要成佛 要断无名 然后要断无名 要有用方法 用什么方法 用圆觉的方法 圆觉的方法 就是这部经所说的 如来的本起因地 好不好 那这个 从这里 要谈一个道理 要谈一个道理 就是圆觉经 在这里 就是在相对中 有什么相对啊 有无名跟什么相对啊 因为圆觉是个方法嘛 对不对 有觉悟的佛跟迷失的无名 可以吗 是不是有相对 你看懂相对 相对在哪里吗 我要说明就是说 这个是用相对法来说明 因缘法跟因果法的关系 那这个是说给谁听呢 说给我们听的 所谓 不不不不 众生要分一些等级啦 我们这个是有一些程度的 我们不只是凡人 我们可以体会到圣凡不二呀 你知道吗 刚刚已经提过了 我们要有圣凡不二的一个体会 那之所以有圣凡不二的体会 是因为我们可以转凡为圣 了解吗 转凡为圣 那就必须 必须就是 断无名 然后呢 成就觉悟 可以吗 那有一个东西叫无名 要被铲除了 被去除了 被处理过了 然后才可以得出一个 所谓的圣位叫果 这样一个讲法叫做相对法 相对法 其实就是为善叫去恶 了解吗 为善去恶 众善因就得什么 善果 然后这个是大因 了解吗 这个是本因 所以得到就是一个大果 本果跟本因 其实因果是同时 因果是一致的 了解吗 那这样才会互相等于 不然 不然有一个状况 你有浇水 可是你没阳光 那个种子会怎么样 会烂掉吗 那这样的话 那些因 那些圆都是 很多啊 很多的话 哪一个才是正因呢 种子本身是正因 你了解吗 有阳光有水不行 最根本的理由 就是那颗种子是活着的 可以因为阳光或水 那我们说了 水也好 阳光也好 泥土也好 都是住原而已 不是正因 正因是那颗种子本身 那在这里 就是这个因果一致 这个也就是说 以正因佛性 才可能得到这个 这个果位的成佛 了解吗 然后 然后在这里 就是刚刚 说了 就是佛一开始 就告诉我们 有一个法门 就叫做原觉 可以产生一切清净的佛法 的所在 可以教导菩萨 然后呢 在这些教导当中 要永断无明 才可以成就佛道 这就是 依真而断妄 这好懂吧 可是 刚刚说了 这个是一个 一个 一个 相对法 可是原觉金讲的 不 不 不只是 相对法 你看 地藏经 地藏经 其实 没办法 不讲 相对法 但是 有些经典 只讲到 相对就够用了 不要再讲多了 再讲多 大家会糊涂 没有什么 他讲给那些 伤心因缘 因果法 所以说 就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因为他说 要涌断无明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问 说了 无明是什么 看起来 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 无明 我们把它打死 就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打走了 就没有问题了 怎么断它呢 首先 各位 就觉得 无明是什么 无明是烦恼 那烦恼是什么 烦恼 烦恼 烦恼是放不下 但是烦恼 还有什么 根本烦恼 谁烦恼 然后还有所谓 白法 白法好像 大部分都是烦恼 除了六个无违法 以外 好像都是烦恼 或跟烦恼有关系的 所以 要断这些烦恼 应该很麻烦 对不对 因为很多啊 刚刚说了 一百个减了六个 还有九十四个 有关系 而且 白法也只是 最简单的分析 还有更多的分析 不止一百个 那所以说 袁绝静怎么讲 这个无明的 袁绝静好像没有说 那个是烦恼 然后烦恼是我们自己 给他加的 当然跟烦恼有关系 我在这里 我先不说 详细的内容 我认为这个烦恼就是生死 这个烦恼是生死的意思 这个无明是生死的意思 所以说 用生死来理解 可能更具体一点 起码比无明具体一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先看他怎么说的 这里说的无明 其实都是非死有体 我们先讲一个大概 等一下再来说明 他的具体分析 此无明者非死有体 对不对 有没有 所以 他是解说无明是什么 无明不是一个真实而有的东西 不是一个有体的东西 所以说 断无明究竟是什么意思 心病 因此心病要怎么面对 各位知道吗 心病有要医 心病要怎么医他呢 就是从之间上面认识清楚 无明的虚妄 了解吗 那所以说 前面说 拥断无明 不是把它当作真的东西 砍杀 驱赶 而是知道它是什么 假的 假的 那意思就是 从认知上面认识清楚 无明的虚妄 然后 认识它的虚妄的目的在哪里呢 就是说 不是因为你修行上面有功夫 有努力 可以把它克服 就叫做断无明 而是在根本上 怎么理解啊 无明的存在 根本是假的 可以吗 这个观念要建立起来 因为经文的解释 就说明这个道理 无明的存在 不是有一个东西 而那个东西有一个体的存在 什么叫体 杯子有没有一个体 有啊 人有没有一个体 凡是一个东西都有一个什么 体 那这个体 我们会不会以为 无明也应该有一个体呢 没有 可能的话是我们自己 妄想执着而已 事实上没有一个东西 有体的东西 称为无明 那是个虚妄的存在 就是说 不存在的东西 被我们以为是 我今天看这个新闻 很好玩哦 大陆有一个人 逃亡三十年 然后呢 他都隐姓埋名 看到警察就抓 最后他 他受不了 跟公安自首 他说我自首 然后警察查出 你没犯罪啊 你没被通缉啊 那逃亡这三十年 不是白走了吗 那他就是在三十年前 跟人家 邂逗 为邂 然后呢 担心被抓 然后呢 他就逃走了 逃走以后 他就 到处逃离 他心里 心里觉得 他是通缉犯 你了解吗 就是那么简单 一个道理 其实没有通缉令 他以为他犯法了 他以为他被 被通缉 要归案了 终于他受不了 三十年后 他要自首的时候 才发现 一切都是假的 了解吗 这是个案例啦 说明说我们 我们对于所谓的无名 是不是类似的 各位了解吗 类似的一个状况 其实 觉悟的人 或明白的人 放下的人 这一切都是什么 所谓假就是说 并不存在嘛 对不对 是我们无中生有而已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谈 原觉的道理 那因此刚刚说的 因为要 要永断无名 现在告诉我们 永断无名 并不是说 在修行上面 用功夫 用方法 然后把它克服了 所以叫做断 而是根本 它是什么 不存在 这个观念要建立起来 为什么 因为这里说的 永断无名 我们误会无名 是有的 但是我们真的是 心中有鬼 刚刚说了 所以这个无名怎么诞生 产生 要不要说明 要的 今晚有没有说 有 那今晚说明 我们同不同意 那就是我们等一下 要来看问题 那这个是第几点 刚刚说的 无名是不存在的 这是第二点 对不对 第一点 我是说什么 要有一个 修行的知见 这个知见 就是 佛有一个 原觉法门 可以断无名 可以教导我们 修行 对不对 第二个 就告诉我们 无名 是非实有体 有没有 这是第二点 第二点 那第三点 是什么 就讲到这个 知见 知见 刚刚是说 我们知见 要认识清楚 无名是什么 非实有体 对不对 所以说 没有那个 所谓的 所谓的无名的话 这个无名称之为 一个对象 好不好 那可是认识 这个对象 是不是有一个主观的知见 有没有 应该有吧 请各位认识清楚 这个就是知见 对不对 要建立起这个知见 那请问这个知见 是不是有这个知见 你认为呢 有没有这个知见 大部分的人 自以为 你觉得呢 是有啊 我们刚刚说了 一开始就说 从相对法来 来说明的话 那相对法 就是有一个什么 主观的知见 了解吗 没有一个主观的知见的话 那我们凭什么 记住一些事情 而且就是说 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所以一定是有这个的 说到这个知见 可是啊 明天就已经告诉我们说 也是不可以说有 用刚刚那句话来说的话 也是非实有体 可以吗 非实有体可以吗 此无名者 非实有体 认识无名 非实有体者的 那个认知的知见 也是非实有体可以吗 所以 结论是说 也是不可以说有 那你会发现 这就是心经所说那句话 无智亦无德 有没有道理 那这个地方讲的就是 般若法 有没有收到 这个地方讲的是般若法 那一开始讲的是什么 因缘因果法 一开始讲的因缘因果法 再来就说的是什么 般若法 般若法就是说 连这个主体啊 所谓的知见 都不可以说有的 必须以无为终 以无为终 那 然后呢 既然你说是不可以说有的话 那到底 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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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不是无啊 刚刚不是说 以无德为终的话 这个知见 应该不可以说有 既然不可以说有 我可不可以说无呢 可不可以说无呢 不能说无 有也不能说无 你能理解意思吗 你能理解意思吗 不能说有不能说无 那该怎么说啊 那他先表达这个地方 有无居前有没有 有无居前 所以这个知见本身 也就是说 有一个法门叫原觉 我们要记住他把握他 这个所谓的知见 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生命主体 到底有还是没有 不可以说有 不可以说有 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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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可以说无 好不好 因此 就是说 有无居前 有无居前 那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概念而已嘛 对不对 但是先学概念 就佛法的知见 第一个就是有 了解吗 有什么 有一个法门叫原觉 原觉的作用在于 永断无明 才是学佛的道路 这个是说给一般凡夫听的 你听得懂了 现在在说 说给硕士班听了 了解吗 硕士班的话就是 有无居前 你听懂吗 听不懂了 回去读大学 对 有无居前 就是说 不可以执着为有 也不可以执着为无 说有要前有 说无要前无 这可以吗 这个称之为 敬觉随顺 敬觉随顺就是 清精的觉悟 是不会在有无当中 变得有真有简 有生有灭 有多有少 对不对 敬觉的意思就是说 觉就是觉 不在于有而觉 也不是否定它无而觉 一般人在有的时候 执着为一个东西 说无的时候 就成为断灭 那这都是什么 都是两端 那所以 有无居前 应该是 要有一些体悟了 可以吗 有无居前 有些时候 不能答应 也不能够拒绝 只能够说 你赏害我 了解吗 为什么那么吊诡啊 因为说有不对 说无也不对 什么说都不对 只能说一句 今天天气真好 你听懂吗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要有一点 人生经验 才知道佛法的奥妙 又无居前 这样叫做 敬觉 也叫随顺 才可以随顺世间一切 跟世间法在一起 而没有突出自己 如果说无就是孤高了 了解吗 说有就是同流合物 你觉得呢 孤高至上跟同流合物 哪一个比较高级啊 可能都会被宰了 你懂吗 热来杀身之祸 这是灾烂了 所以 懂的人应该知道 要什么 随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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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随顺当中 到底有没有自己的 自己的主张呢 你说呢 有的 但是 说有 好像也有一些 会不会 落于有 这一段呢 会啊 说无 也是有问题 所以 有无居前 不可说 不可说 那底下那一段 其实是说明 那个理由啦 等一下再分析哦 何以故那一段 是在说明的 就是说明这个 知觉的道理 知觉什么道理呢 跟虚空一样的道理 所以 这一段话 文殊菩萨这段话 可以分成几个重点呢 四个啊 一一回头再来检查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说有一个法门 叫原觉 可以断无名 对不对 这是英国法 有没有 这个要有概念 才可以读得懂哦 因为经文是一片的 要靠自己去分析 那第二个是什么 说明 说明什么 说明无名是什么 无名 非实有体 就不是真正的存在啦 既然不是真正 真实的存在的话 就不是因为 你用修行用方法 把它除掉 而是在之间上面 认识它的虚妄的话 那就可以解除了 心理的障碍 就不成为烦恼了 这可以理解吗 知见真的那么重要吗 真的很重要 所以学佛其实就是 转凡夫知见 为佛的知见 开示悟路 对不对 法华经说了 开佛知见 世佛知见 悟佛知见 悟佛知见 路佛知见 那就是佛为这一大四因缘 出现于世的道理 那就是帮助众生 学习佛法 成就佛法 对不对 那所以大圣佛法的用心 就是帮助自己学习佛法 也帮助别人一起体会佛法 这个叫做什么 成就佛道的一个途径 世建说嘛 对不对 然后刚刚说了两个了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说 这个知见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了解吗 那 然后第四个就说明这个道理就是知见 这个知觉如虚空的道理 大致上我的分析 文书章可以有这四个方面的观点提出来了 那最后是一个知识 了解吗 一个知识 而十四尊就重新再讲这个道理 完整的说明一次 这个知见的话 我的分析 它就是有这五个方面的一个说明 记得吗 所以 所以 第四个就是说这个知见 不可以说有也不可以说有 有无 有无拘浅 有无拘浅 然后第三十九是最后一点 第四个说明它的道理何以故 为什么有无拘浅的道理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无名者非实体也 是它的一个总纲的说明说明无名是什么 然后前面的第一个就是说明这个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原觉 是有一个法门叫做原觉法门 帮助我们学习 可以涌断无名 就清楚了 概念清楚才可以再来看经文了解吗 如果不记得的话 要把它复习 复习再读经文就清楚多了 那我们就是最后能够记起来背起来 就像我上课 我不是照着文字练给各位听 对不对 我是需要反反复复的一再重复我的观念 然后在观念当中熟悉 所以来再跟各位再来分享这个道理 先看看啊 我们刚刚提过一些观念 我们再重复一下 我再进一步再来看经文 下来还有两个单元要跟各位说的 一个是刚刚所说的经文 进一步的细说 另外一个就是看圣言法师的一些说明 然后我们一再说相对对不对 我怕大家对相对不太了解 我们再看一下我简单的说明 有起点也就有有终点 始终是不是个相对观念 所以说始终是相对的道理 可是以哪里为起点 哪里为终点 会不会因人而异啊 这个叫起点了解吗 然后这个叫做终点 那起点跟终点 那起点跟终点 因为这个是香港话了 起点终点 台湾应该是十点 还是也是起点 也是起点 这个是我拍的照片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以这个地方为起点 是这里的人所决定的 他有没有主观性 绝对有 为什么以这个为起点 他认为这是入口 开始 然后呢 然后为什么以这个为终点 他觉得这个应该要在这里结束了 其实我们都看过了 都看过了 起点跟终点都是同一点 都看过了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不是同一点 但是这里为什么是同一点 主观 主观性 那又怎么 他以这个为起点 以这里为终点 意思都没有第二个出路了 可以吗 可不可以 我们就说了 我要说明这个相对性 你有没有看懂 就是起点跟终点的相对性 居然也在同一点 然后呢 也跟那个主观的人 的之间有关系 可以吗 那就看懂 相对性很重要 因为 因为这个世界 就是相对的世界 事物本身有相对 因此有高有矮 有肥有瘦 有好吃不好吃 对不对 结果主观而言的话 不管好不好吃 好吃不好吃 但是我都不吃 因为我今天就是禁食 可不可以 那这个也就是说 不管世界的千变万化 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叫做什么 相对性 可是 这个相对性 也可能会被 被被被被被攻破了 了解吗 所谓的灶门 了解吗 那因此 凡有相对的话 应该都有弱点 凡有相对都有弱点 凡有相对都有弱点 那要投其所好 其实也不容易 所以 有些时候要说一些大话 对于一个雄姓大略的殷族 那要讲一些什么呢 要讲一些王道 是吗 和这个说好了 商鞅变法 看到秦少公 一开始说王道 秦少公很想睡觉 后来再跟他说霸道 地道霸道的话 精神大正 那所以 这有没有相对性 非常强烈的相对性 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要投其所好 对不对 不过话说了 你要投其所好 也未必得偿心愿 因为老子说过了 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不是 不是人间 可为也 所以努力可以努力 想太多的话 就会有烦恼 我要再给各位看一个 相对性 刚刚说的 上次也看过 再看一个 重复看过的道理 学生跟老师抱怨 你教的都是没用的东西 老师说 我不许你说自己 因为说人就是说自己 可以吗 除非他已经不当老师 在这里 他也是当老师 对不对 他居然想老师教的是 没用的东西 话说了 有用没用 是很主观的 等一下给各位看一个影片 我昨天找来了 就是 等一下再看看 那个相对性 如何从相对当中 发现 发现真理 这个还是可以 可以去讨论的问题 可以从原觉里面去 得到体悟 然后 然后 我现在看一个 各位没看过的 或也看过了 我要怎么说明这件事 菩萨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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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帅 你们这干嘛 這個是人家在放風箏啊 風箏啊 放風箏啊 你擺了兩個多小時呢 你個傻鬼娘 你自己擺也就算了 你還叫爸爸跪下來 真是的你啊 爸爸來來來 來來站起來 爸爸站 站不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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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問各位啊 到底是有菩薩還是放風箏啊 真的嗎 我請問一次 到底是放風箏還是菩薩顯靈啊 看你怎麼想啦 然後呢 就世上而言 就是放風箏 有人迷信 可是法師看到這個 會不高興的 說你在嘲笑佛教 迷信 會不會 會喔 會喔 所以說 我們放這個 其實是說明一個事情 你說迷信 迷不迷信 迷信 但是我再問一個問題 見迷信 好不好 不是看人 我們這裡一定會說 沒什麼不好 起碼說沒什麼不好 那如果你不是佛造徒 而且你是基督徒的話 你一定會說 這是大大的迷信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了 就真理而言 到底 到底 是不是 心中有菩薩 一切皆是菩薩 那既然如此 看到放風箏 也視為菩薩 也沒什麼不對啊 是不是 那所以 它可以是迷信 也可以 不是迷信 那誰說了算數 一個是自己說了算數 其實自己說了也不能算數 反正就是 為心所限 你高興就好了 對不對 這不就是相對嗎 所以說 我們會不會 在相對當中 看到自己 不以為然 不同意的話 就否定它呢 例如 這只是放風箏而已 你是迷信 對不對 還是說 我們說 皆好虔誠 看到菩薩就拜 絕對不會做壞事 那就是有什麼 不同的一個見解 那這個不同見解 就原覺而言 不只是外在的世界是假的 那主觀的世界呢 也是假的 這個叫什麼 儒幻 原覺就是要建立起一個 儒幻的觀念 一切儒幻 那自我是儒幻 那自我的之間 是不是儒幻 也是儒幻 儒幻本身 是不是儒幻 儒幻本身也是儒幻 那什麼是真的 不應該這樣問 因為既然能夠問說 儒幻也是儒幻的話 應該要覺悟了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 或是原覺經的原覺的觀點 那有了這個觀點以後 我們才可以有那個 前面有四個觀念 還要再記得喔 我們第一講說的 平等 了解嗎 極滅 圓滿 不二 隨順 你才可能懂得淨土是什麼 平等 知道嗎 平等 知道嗎 平等 然後呢 極滅 圓滿 不二 隨順 這些都需要 在讀 《原覺經》的過程當中 不斷地去思維 你對它的認識 當你對它 越能夠理解 而且能夠 行諸於文字 來表達的時候 那表示你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思維能力 就是說 用佛法來思維的能力 我們一般來說 都是叫做不分別 不分別 然後呢 我們就叫做什麼 錄定對不對 不是啊 你必須 溢於佛法的之間 要能夠 思維 那顯示出來就是 你寫了出來 一定是什麼呢 想得清楚 那為什麼用寫呢 因為寫可以抓住 那用說呢 就跑掉 你知道嗎 跑掉什麼意思啊 因為你的聲音 因為你的聲音沒被定下來嘛 你的思維 是通過你的聲音 確定下來 但你的聲音 沒辦法 用文字確定的話 那你就會 你就不知道自己 程度在哪裡 所以 所以 要寫得出來 了解嗎 寫得出來很重要 所以 會寫字重不重要 會作文重不重要 國文教育重不重要 就是變很重要了 如果國文教育不重要的話 那你要用另外一種文來教育 英文可以 曾經說過 中文是不能表達的 中文是表達不好的 必須用英文才可以完整表達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啊 我是香港人啊 中文合法話 要經過一番奮鬥啊 所以 為什麼中文不能好好表達 那是因為 邏輯心不強 還有各種理由 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沒有好好用中文來教育 不過話說的 我們用英文來教育 我也不反對 我現在還在讀英文 一樣的努力 語文教育不是那麼簡單 語文教育成功的話 才算是一個國文 國民教育的基礎 所以 用哪一種語文 我沒有 心沒有成見 但是語文不做教育 那一定是失敗的 因為它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所以 佛學也是一樣啊 各位知道嗎 各位知道嗎 所以各位要 多寫多讀多聽 多思維 那才可能得到 修行的結果 我的講法是這樣 那第三節我們休息一下 第三節來看看這段經文怎麼解釋 剛剛說的這個書 右邊的是這個中文版 我們是用這個書 就是 各位可以買來參考 我沒有完全的照著它來說明 我們是以讀這個經文為主軸 所以 剛剛我們已經把經文的結構 這個講出來了 然後建立起一個基礎觀念 然後我們再看字句怎麼解釋 然後再看聖言法師怎麼說明 程序是這樣的一個過程的 所以 我們就繼續回到 回到這個經文來 再細細再跟各位說明 先看完這個部分 還有一部我準備的影片 來佐證一些道理 等一下再來看 因地法行 那麼我要問說 永端無明方程佛道 這樣的是說 把無明當有嗎 對不對 很確定 不管無明是什麼 但是要把無明 無明斷掉才成就佛道的話 在相對當中 就是有一個被取消的 然後我們就問說 取消的一個動力在哪裡 那就是修行的方法 可是他又跟你說 無明者非石油體的話 很顯然的 這個斷無明的方式 跟一般的斷法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 因此有沒有矛盾呢 可是我說為什麼有這個矛盾 那就是因為前面這個 是用相對法當中的因緣 因果法來說明 了解嗎 後面這個的話 就是用波瑞法來說明 是兩個不同的邏輯 你不要混淆 知道以後我們就是說如何相輔相成 然後一般凡夫跟他講超越法 是誠意過高 不容易被理解 對不對 一般凡夫 但是相信 相信這個相對法也不容易 因為 這個時代或 一直以來 不止這個時代 有信仰的人不容易 不管 信耶穌也很難 你要我信也就難了 對不對 我為什麼比較信觀音菩薩多一點呢 因為觀音菩薩講的就是 有智力 智力 那那個完全他力的我理解而已 還是我頓根他也有智力 就既然說好了 我就是覺得菩薩很多 就算不選觀音菩薩 還會選到誰啊 文殊菩薩對不對 四大菩薩選完了還有其他菩薩 所以菩薩很多 那我選擇心很大嘛 簡單來說就是說 不是說我信這個不信那個 所以說 信仰其實也不容易 你要改變別人的信仰 你也不容易 所以 之所以有信仰那是因為 是因為有心 那心是什麼 這個問題就來了 心是什麼 所以 心 有所謂的清淨心對不對 因為清淨心 才可以得到清淨的佛果 所以 清淨心是什麼 清淨心就是包括 可以接受不清淨 也就是一切法 都能夠遠離不清淨的話 那就是清淨心 那 那 可以是不清淨呢 那就是對於清淨 落在相對當中理解 就有不清淨 對不對 應該是見了 所以 所以 這個地方需要有 圓絕的理解 那 因地 髮型稱作圓絕的意義是什麼 那 我們 是說了 這個就是 來了解 這一張的內容 的 一個 一個 引言 好 那 剛剛提過的 就是 前面的文殊菩薩提出來 然後 希望佛能夠開示這個法門 我要補充的是 大聖度眾 是需要 需要進入生死 當中 進入生死當中 它就是 大聖的困難所在 如何 如何 在生死當中 能夠 能夠 不多協見 所以 所以 文殊菩薩有這個問題 也就是 度眾如果 不跟菩薩 不跟眾生在一起的話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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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夠 感受 同樣的 快樂或痛苦 但是 如果 當真的話 也會 也會很麻煩 了解嗎 不當真 很麻煩 那 當真 也很麻煩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需要有 需要有 超越的精神 我們 再講講 這個 第十三段 一切如來 本起因地 皆一元 決心的 運用 然後 就叫 稱之為 皆一元 叫清淨 決相 清淨 清淨 清淨的意思 就是 不受主觀的 好物的影響 清淨是 不受到主觀的 好物的影響 原教是什麼意思 原教是 平等的 沒有差別的 沒有遺漏 任何依法的存在 所以 能夠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做到身心疾滅 做到物我平等 然後 從根本到邊際 這個三妹的正受 是 圓滿於十方的世界 它是唯一的存在 它是 隨身於一切 這個就是 所謂的 原教清淨 清淨 決相的意思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斷有 經濟的考驗 經濟的考驗 所以 需要的是 壟斷無明 才可以成佛道 但是 無明是什麼 各位知道嗎 無明是什麼 無明只是 患有之明 無明只是虛擬之明 可以嗎 所以 後面說 非石油體 就是 就是 另一個名稱 說一件事情 那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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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明 那 既然 一說 無明是虛擬的 患有之明 請問 不是可能 你要回答說 是 無明是 無明是虛擬之明 虛擬 虛擬 患有之明 那原覺呢 也是 因為 在原覺的境界當中 一切皆換化 除妄不求真 了解嗎 妄即失妄 那真呢 真也是妄 你能理解嗎 這個才 進入原覺 法門 的基礎 那如果 你在妄之外 還有 純真之念 以為 還有一個東西 叫原覺的話 那 那會著魔 會 會 不入歧途 因為 有些人 會假借聖人的名義 來欺騙你 對不對 你不 不做 愛心的捐獻 就是沒慈悲 那你怎麼辦 你要怎麼回答 我有智慧 可以嗎 啊 我有智慧這句話 會不會是個頓詞啊 嗯 所以 噸詞可以為用 那為什麼 那表示說 還是要有一句好話 才可以阻擋 你的神聖之言嘛 所以 這個世界 差不多 也是一個口號的世界 誰能夠 誰能夠 取得 話語權 那什麼 話語權 嗯 因此 佛法 佛法 要有觀念 要有理念 再來呢 再來呢 要有一個講法 一個講法 就是話語權 所以 嗯 不懂得 發言 不知道如何發言 那就吃虧了 了解嗎 嗯 那我們 那我們 也不是 話言 潮語 我們是 要通過 一個發言權 來取得 一個 一個 弘揚佛法 的機會 會 了解嗎 嗯 那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 要能夠辨識真偉啊 那也要能夠 能夠講出一個道理來 是很重要的 嗯 我們習慣了 我們習慣了 人云亦云 然後在佛法氛圍當中 我們也習慣了 和和氣氣 所以 背後會不會是 我們對真理 一無所知 沒能力 沒能力 變諜 那這個 會不會是 一種愚昧 而並不是虔誠 嗯 因此啊 我們要講 弘法嘛對不對 弘法的目的就在於 幫助自己 也幫助 眾生 認識真正的佛法的話 那我們必須就是 要 要有那種 所謂的 辯論的能力 了解嗎 威摩傑居士 夠不夠資格 說 他很會辯論啊 夠不夠 夠啊 他遇到十大弟子 四大菩薩 一點都不 不退去 不退去 你知道嗎 反而是正正有詞 什麼叫聲文弟子 都是什麼 出名的出家人 有名出家人 所以說 他為什麼 那麼激烈 要去跟他們辯論 為了 為了法義 上面的清楚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 就 不能含糊啊 就非常的什麼 勇猛 這個是 到底 會不會有人 把他視為 都是出來 搗蛋呢 所以說 還好他有一個身分 他就是佛 對不對 如果他不是佛 可能我們會覺得 他 他什麼 以下犯上 會不會 所以 各種的罪名 可能就來了 不過 話說了 誰不是佛呢 你覺得呢 誰不是佛 我們也是 也是 有佛心的佛 只不過 只不過我們 一方面 也應該要更謙虛 所以說 謙虛 是很重要 微末節 謙不謙虛啊 某個意義來說 不謙虛啊 某個 某個角度 我們禮拜二講 微末節 禮拜二 我們看他 跟十大弟子辯論 一點都不謙虛 所以 真理很難說明 該怎麼辦 不過 也就是我們 要有弘法的心 也要有謙虛的心 這個會比較 比較安全 可是 要有能力 辨別法義 應該是 絕對沒問題的 那我們應該要期許 能夠在佛法上面 能夠辨別 能夠講清楚 是很重要的 簡單來說 講過 講過清楚 那只是一種 信仰 然後只是一種 仰性而已 並不是一個 一個 道理上面的 明白 就是 無明 無明 是患有 原覺也是患有 大家知道了 就是不可以 執著為 為實 的意思 然後 我們來看 這當中一些道理 他就是問到這個無明 什麼叫無明 一切眾生從無死以來 種種顛倒 各位知道什麼叫顛倒 顛倒是在 是非正邪當中 相反了 把 把邪惡當作是 正道 然後把非當作是 所以叫做顛倒 眾生有什麼顛倒 可以知道嗎 眾生無一不是顛倒 以苦為樂 可以嗎 以不敬為敬 這個 以無我為我 那所謂的 思念處 所說的 就是 四個顛倒 然後 生命 如果不顛倒的話 好像也不是 眾生的 面貌 眾生是以顛倒 為 為什麼 為存在的理由 所以 貓如果不吃魚的話 就不是貓了 那有些人 你把牠的習性 拿走以後 牠就死掉了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所以說 這裡所謂的無明 就是在顛倒當中 不明這個道理 然後呢 以非為事 所以活在這個非理世界當中 還活得還很快樂 了解嗎 應該是見美 那因此牠有兩個比喻 猶如迷人 猶如迷失的人 迷路的人 牠東南西北 改變了牠所處原來的位置以後 牠不知道牠身處哪裡 四方一處 東南西北 改變了牠原來所處的地方 原來是在東 你搞不清楚是在哪邊是東了 因此牠去抓一些東西 當作是自己抓的所謂的四大 四大 剛剛說的第一次是火風 房子是不是四大 那車子呢 禮金 因為要結婚有禮金 有沒有人因為禮金 婚姻就不成了 那當然有人在 所以呢 需要有這些東西 才叫做有身價 那沒有的話 那就不用結婚了對不對 這算不算顛倒啊 也是 剛剛說的顛倒是顛倒 我又是看新聞又看到了 有大陸新聞事件說了 女方知道南方有好幾 好多土地的話 突然間跟牠要禮金 了解嗎 結果 結果南方覺得 這是什麼跟什麼 就不想結婚了 就是建柳 所以說 錢坦不妥嘛對不對 就不能結婚了 然後呢 婚姻的意義是什麼 全部都是現實的東西 那今天的話 是大家都是在追求 一個物質的目標 這對不對 對牠來說 這才是真理嘛 對我們來說 我們用佛法來說 生命有很多顛倒 那是佛法的什麼 佛法的認定 那這個需要自己 自己覺悟才有用 別人說這些 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世界就是 就是 到處都是顛倒 真要說的話 我們會很多不滿 然後呢我們就是 發洩不滿 作為表達不平 那算不算懲罰自己 是啊 懲罰自己 所以在這裡我們 我們能夠不受世界的影響嗎 因此我們心情都是攀緣六層 然後呢 攀緣六層的一個影子 作為自己的內心的所在 那這樣你的身心都是什麼 假的 再來就像一個病目 看到空中之花 以及空中之月 月亮有三個 可以知道嗎 第一個月亮在哪裡 第一個月是真月 真月在哪裡 真月不可說 但是第二個月就是天上的月 第二月是天上的 你也看到我也看到對不對 同一個月嗎 不是不一定 是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你心中還有一個心中的月 所以月有三個 第一個是真的 真月 真月在哪裡 不知道 但很肯定應該有一個真月 就是說很肯定有一個真心 但是真心在哪裡 不知道 那就問個問題 如來將為什麼立個真月 或立個如來將來作為 立說的根本呢 這就是它的特點所在 不說那個理由 只說就是有這個說法 各位清楚嗎 那就是說真月有三個 真月在哪裡 我們就問一個問題 通常就是因子而望月嘛 但是望到的都是第二月 更可惡有人只看指頭 不看第二月 能不能理解我說的笑話 因子而望月 意思是說月亮在哪裡呢 咦 了解嗎 那看應該看第二月 看月亮還是看手指 看月亮 有人只看到指頭 只看指頭 月亮在這裡 就是指頭代表的是文字 了解嗎 文字 或代表的是佛法 佛法 但是 第二月就是天上的月亮 也不是佛法 你知道嗎 也不是佛法 因為我們心中還有一個月 叫第三月 你知道嗎 每個人心中都有個月亮 你猜猜 李白看到月亮 跟都府看到月亮 是不是都是月亮啊 都是月亮啊 李白的月亮是醉醺醺的 他每次都是喝醉酒 就寫了很多月亮的詩 所以他都是最終望月 結果那個都府的月 都是想念他的家人 一個是倫理的 一個是酒鬼的月 是不是同一個月 是啊 他們都看到天上的月 可是有不同的理解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心中還有一個主觀的月亮 那你因此 禪宗就說有三個月亮 了解嗎 第一月 秉玉 真月 第二月 天上的月 那現在說 一個冰墓的人 人為什麼有冰墓 身邊的眼鏡 心中 心中的月 那我們今天說好了 因為心中有一個月亮的 邏輯 去看天上那個月亮 以為天上的月亮第二月 以為我們看懂了真正的月亮嘛 其實天上那個月也是我們投射出來的結果 我們投射 那個月亮不是真的 那意思就是說 各位看到我這個是我嗎 各位每個人看到我是我嗎 不是我啊 是你看到的我啊 可以嗎 然後呢 不同的人跟我有不同的所謂的來往 或不同的一種感情狀態的話 對我的理解是有不一樣的嘛 對不對 那因此 這個是真我嗎 真正的那個第一月嗎 很顯然不是 那請問 真真的我在哪裡 有沒有這個真真的我啊 說沒有 如來張肯定有一個真我嘛 對不對 如來張是肯定這個來說明的 你要注意到 但是 如果你執著這個東西的話 又變成是神我 他們會這樣去批評 只能這樣去點到這個地方 所以說一個冰墓 冰墓是什麼意思 冰墓就是生病的墓 為什麼會生病 沒有人不生病 這叫做 禍葉苦的一個 一個 葉抱生 的眼睛所看的話 這一切都只是空中之花 以及天上之月 可以嗎 這地方有沒有說清楚 我們凡夫就是冰墓 因為我們是葉障之身 或葉苦所產生的冰墓 看到空中有花 空中怎麼會有花呢 那是我們 那是我們什麼 酒不醉人人自醉 花不迷人人自迷 再來一句 情人眼裡出西施 空中出現很多花 也很正常的 有沒有 虛空的世界 居然變成花花草草對不對 五光十色 迷不迷人 還蠻迷人的 我以前在讀大學 都在回香港 參加一些活動 哇 五光十色的 什麼 餐廳 很燦爛的 然後回到台灣來 正大 荒野一片 很強烈對比吧 然後呢 你為什麼捨那個繁華世界 來到那個 春草不生的 還有農田的 地方 叫做讀書呢 應該奮鬥幾年就可以怎麼樣 要飛黃騰達嘛 對不對 不然呢 不然就枉為此生 應該是這樣吧 所以說哪一個真的 都是假的可以嗎 冤絕經說不只是這一切是假 你自己都是假的 那你問一個問題 那獲得什麼意義 可是它是說 把這一切虛假都剝落以後 你才可以 才看到真 有一句話叫什麼 繁華落盡見真存 對不對 是不是這句話 是我發明來 是我讀來的 我已經忘記了 繁華落盡見真存 所以這一切繁華都是什麼 都是虛幻 如果沒辦法 覺悟真存的話 那就會有杜牧的詩所說 這個什麼 落化由是最柔人 那是什麼 都是一片殘破 你知道詩從多有錢 對不對 可是 這個 後來的杜牧感 開的因緣是什麼 這一切不就是 就是一切殘破嗎 在歷史的滄桑感當中 這一切都是過眼雲煙 那生命的意義在哪裡 那如來賬就肯定有一個什麼 它虛擬一個東西叫真我或真心 了解嗎 然後如果是空中的話 就不需要那麼麻煩 它直接就是說 直接就是說 無知一無德就夠用了 但是如來賬它更進一步 立了一個如來賬作為萬法的依據 所以看到這一切 空中花第二月 可是 三男子 空時無花 並者忘直 空中無花 對不對 因為忘直的緣故 所以 就會把虛空 都迷惑 虛空本來 本來無義物的 可是 因為有這個執著 虛空就變得什麼 虛空就變得是 有限制 虛空有一個意思是廣大 虛空第二個意思就是無礙 可是 執著於虛空的話 那就是 以為虛空 虛空中有花了 那虛空就變成是一個什麼 相對中的世界 然後也會以為 有一個真正的花所生之處 你會說花是什麼而有啊 佛法會怎麼說 因緣有 外道會說 自然有 對不對 因此 有沒有 因緣生跟自然生 這兩種生法 沒有 任緣經就是說 非因緣生 非自然生 那是怎麼會有這些東西呢 虛妄所有 因此 任緣經 緣絕經 緣絕經 同一個邏輯 緣絕經也被號稱為 少任緣絕經 各位有聽過嗎 就是少部的一部任緣經 那任緣絕經講的就是如來賬 那麼 這部經典也在講如來賬 他說了 因為有了這些 妄有的世界 什麼妄有的世界 就是空中之花的世界 了解嗎 然後呢 就會在此輪轉生死 故曰 故名無名 所以無名的意思就是 生死的意思 是 掉進生死 而生死 不明 所以然 那生死 如果用佛法而言 生死是應該可以講清楚的 生死是什麼意思 生死就是輪回的意思 輪回是什麼輪回 是因緣在輪回 是因緣在輪回 那請問 請問 是哪一個因緣而導致輪回 不知道 所以叫做無名 不知道 所以叫無名 那知道又是什麼呢 所謂無名緣 行緣式 然後 名色 六路 處 這一些 你能講得清楚 你是因爲什麼理由 掉進無名嗎 這十二個 你能說明 你因爲哪一個 因緣 掉進生死當中呢 你講不清楚 如果你講清楚 你就明白了 無名是這個意思對不對 你講清楚 你知道就不會有問題 但是你講不清楚 為什麼 因為 這個生死已經 一再輪轉 然後不止一次 你搞不清楚 這是第幾次 其實第幾次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說 你到底執著什麼 還在輪回中 你不清楚嗎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無名 所以這也叫做生死 這個生死也叫十二因緣可以嗎 就算你能夠講清楚 十二因緣是什麼 也沒辦法 讓你跳出輪回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在流轉中 因為你沒有智慧出來 那這樣的話 我們現在直接告訴你這個好主意 所謂無名 不是有個東西叫無名好不好 然後呢 就打兩個比喻 做夢的人 夢是非無 意思就是做夢的時候這一切都是有的 但是醒來以後什麼都沒有了 各位理解嗎 我常被說我剛剛這個做夢 問我 我開始還記得 接下來我都忘了差不多了 最後我會懷疑是你在做夢 所以我就說夢話 對不對 到底誰做夢 大家都在夢中說別人做夢 再來呢 空中之花在虛空燒滅 何以燒滅呢 因為 因為你開始清醒了 知道空中無花 有人被 被被騙 各位知道嗎 被騙以後 終於發現騙自己 那些都是假的 那麼 所以說已經沒有那些美麗的花了 了解嗎 我看過新聞事件說了 有駕鞭集團 盯上一些老人 然後整天虛寒問暖 已經騙了很多錢 然後被抓了你知道嗎 然後受害人還幫那個騙人說好話 他很關心我耶 他比我兒子還要關心我 應該被騙得滿什麼 滿開心的 因為常常打電話來啊 關懷他 他有人關心 我話說回來了 現在小孩子就是不關心父母 你知道嗎 然後呢 第一個戴著口罩 第二個戴著耳機 沒有什麼 然後呢 整個人完全都是被 被控制住 聽不到 戴著耳機嘛 說不出來 因為口罩戴著 看不到眼睛看著耳機 手機 手在滑 就成為一個囚犯 然後呢 他會關心父母嗎 不會 他連上廁所都戴著手機 所以呢 手機不離身 然後 看不到人 聽不到人 的聲音 他關心的是什麼 關心的是自己的世界 其餘呢 應該也不關心 那這樣的話 大家就不親了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所以說 這個就是個疏離的世界 然後 這是真還假的 有真有假 以上所說都是真的 但是我們要把它當假來看 可以嗎 那 因此啊 虛空中花 因為覺悟了 而燒滅的話 你可不可以說 有一個 有一個確定 燒滅之處啊 可以嗎 虛空之花 因為你覺悟了 所以燒失了 你可不可以說 有一個確定的地方 是燒滅的 為什麼不行 如果有的話 你告訴我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 他說了 就是無身處固啊 沒有所生之處 可是一切眾生 在無身之處當中 就看到有生有滅 所以就會 所以就 接著來說明 這就是一種 輪轉生死 輪轉生死 因此啊 剛剛說到一個關鍵 修原覺 的人 在這個陰地 只要他知道 世空花 就沒有輪轉 也沒有生死 所以說 關鍵在哪裡 是之間的問題 對不對 第一個 沒有輪轉之事 第二個 是沒有生死 受此 輪轉 是不是 那知重不重要 知就變得很重要 就是知見 的重要性 可是 所謂沒有的話 沒有輪轉 也就是沒有輪回了 也沒有無明 對不對 那是因為 做了修行 所以才沒有嗎 是因為有修行 所以 就是沒有輪轉嗎 不是 因為本性 沒有 本來 就是沒有 所以說 它不是 不是 因為修行的關係 如果修行的關係 它就是 什麼叫修行 念佛是修行 對不對 那不念佛就不行了 殘坐是修行 那如果唱歌跳舞 就不行對不對 唱歌跳舞可以 可以嗎 不行 一定要殘坐 要練阿彌陀佛才行 那會不會是 是 四個問題 那到哪裡殘坐 到哪裡念佛 到某某堂比較可以 因為那邊菩薩比較靈 可以嗎 所以說 在追問撒來 應該是 越來越清楚 了解嗎 越來越清楚的話 會不會濁相 如果不濁相的話 往前面再退回去 往前面退回去的話 殘坐可以 那跳舞可以嗎 變成又可以了 那這一切法都可以嗎 誰說可以的 威摩傑居士說 威摩傑經 就是說 以巴洗相路正道 可聽嗎 那趕快逃 結果威摩傑把他抓回來說 我說一說 你不要那麼認真 那為什麼要今天表達 那是因為 要超越法的執著 那為什麼要超越法的執著 對大修行人來說 不執著不是修行 但是修行到一個程度 要知道是執著 你同不同意 修行算不算執著 不執著怎麼修行 你告訴我 過五不實 能夠不執著嗎 那如果可以不執著的話 那我可以一天吃三餐 高興才來過五不實 那是修行嗎 那不是吧 那不是吧 因此 修行一定是執著的修行 對不對 專注於一個方法 不斷地使用 死性他地 永不更改 這叫什麼 執著 那執著到一個程度的話 就要知道 不執著 然後呢 到底有沒有執著不執著的問題 所以 真理是沒有的 但是在使用上面就有 所以這個世間萬法 就是有相對 相對的就是說 有是非 有好壞 有執著有不執著 那你不覺得這些都是一些價值的名詞嗎 對不對 所以 要從相對中覺悟的話 然後不只是無明是什麼 無明是幻有 那麼這個知見 這個身心 是不是也是個幻有 因此他這裡是說了 這個都是的話 知覺 知覺啊 就是那個知的本身 覺的本身 就像虛空一樣 廣大 無障礙 那這個就是說 某個說法來說 它是一個有之所在 了解嗎 虛空 如果 這個空間不夠大 可以容納多不多的東西啊 這個空間 是不是要很大 那很大很大的空間 是不是 不可限量 不可 不可預測 不可這個範圍 那什麼事情 可以有這些結果啊 不是啊 空中之花 虛空是假的 要把虛空的形象 把虛空的標準 打破以後 你才可以真正看懂 看懂虛空 是真正的虛空 所以如果說 有虛空的話 這個虛空 會不會是很大的虛空 就不會了 就因為被你一說 再大的虛空 就沒有真正的大虛空 所以功德可以問有沒有功德嗎 能夠被問出來的功德是有功德的話 功德就不大了 一定是沒有功德才是真功德 才是大功德 對不對 那因此啊 就是說虛空之有 其實就是空中之花一樣 空中之花 是不是幻有 是幻有 知覺是幻有 了解嗎 知覺是幻有 但是你可不可以說幻有是不存在的呢 因此說沒有知覺的存在可以嗎 沒有虛空存在也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就一個問題 說有是肯定它的存在 說無是超越它的執著 可以嗎 有些時候通過肯定它的存在 才成就它的價值 有些時候必須放下對它的認定 才是真正成就它的價值 各位可以嗎 所以 退步是上前對不對 放下才可以獲得對不對 這個是從反的方面 來達到目的 那既然如此的話 那為什麼還要努力 沒有努力怎麼可以說放下呢 努力跟放下 是不是兩個相反 而互相成就的結果 那因此我說了 事物的本質就是有相對性 那我們跟事物之間也有一個相對的關係 那一般人以為 努力就可以獲得 那他不知道這個相對性還有其他原因 所以 你努力別人努不努力 不是看人 一定會有人努力 比你努力的人更多 應該是見吧 那因此 那因此 你努力夠不夠他多 還不知道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 自以為我很努力就會獲得 所以說 會不會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常常是一廂情願 所以要放下自我的認定 這個叫做知見 可以嗎 就是說 自以為是一個合理的推理 以為是可以成立的邏輯 事實上 事實上是什麼 都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努力的人很多啊 你這種不算努力啦 還蠻難多的 可以嗎 世間不是有很多這種不知死活的眾生嗎 然後呢 以為自己 有權 有才 有事 有才華 那其實都 都很難說啊 所以 這個就是有無居潛 才叫做盡絕水順 因此啊 什麼理由 因為虛空的本性 就是 廣大無礙 因為虛空的本性 就是 不會 不會改變 那所以 這裡提到了 這個 就是在如來賬當中 講這個 原訣的話 就是 如來賬的講法是 沒有 相對世界的生滅 可以嗎 沒有相對世界的生滅 無其滅固 相對世界就是 或是 好壞 高低 這些的不同的生滅 有生有滅是相 不生不滅是信 各位了解嗎 如來賬就是要去 理解 信是什麼 性就是那個不動的真心 然後在真心當中 有生有滅都是相的話 你不會被相所迷惑 以為世界有不同 世界的不同只是一個幻化的過程 所以說 去到醫院去幫助病人 是不是有結束的時候 做醫工會不會有結束時候 要回來 不然的話 你可以跟病人談戀愛嗎 照顧太久了 變成你太太可以嗎 你可以跟護士談戀愛嗎 互動過程當中把它取回家 那件的話 那件的話 你原來的如來賬就 掉進什麼 萬法當中有生有滅了 有沒有 那所以說 菩薩度眾不就是到無數的苦海裡面 深深滅滅嗎 結束以後就要回家了 回哪一個家 回如來賬之家 有沒有道理 不然呢 不然你就跳進去的話 你就被渡走了 就這樣了 就那麼簡單 所以呢 世界有生有滅 但是如來賬星是什麼 不生不滅 是見嗎 要見肯定吧 不然你不見肯定的話 那你肯定什麼 你要怎麼保住自己 而不隨萬法而生滅 保不住嘛對不對 影片啊 是 所以無知見故 無知見故 沒有主觀的世界 了解嗎 然後呢 如法皆信 究竟圓滿片十方故 結果沒講完 沒關係 要看影片 趕快看 不然來不及囉 我本來賞不堪了 我看看啊 在哪裡啊 其實 就是說 這當中 這當中有很多 很多 相對 相對的世界 我們來看 要選一個好了 啊 1977年 美國媒體 接到了來自東方的恐怖消息 中國正在全國範圍內 物色神秘兒童 一時間 國際輿論華然 當時的中國 究竟發生了什麼 竟會如此觸動西方人敏感的神經 這一切 還要從副總理桌子上的 一封神秘來信說起 1977年 教育部決定恢復 已經停止了十餘年的高考制度 一時間 舉國上下求賢若渴 在各方面的推動下 中國科技大學成立了少年班 少年班的成立 緩解了當時社會 對人才需求的焦慮 背負了國人眾望和時代使命 因為在這之前 副總理收到了一封 長達十頁的推薦信 信中第一句 便是我從未見過 如此令人難以置信的孩子 如果專門培養 必將成為未來的公關寵將 信中被高度評價的少年 正是寧伯 一個在當地 頗富名氣的神童 據推薦信上所說 寧伯三歲便能背一百多首詩詞 五歲翻看圍棋書 沒多久 就能與大人對應 六歲開始 學習中醫和使用中草藥 八歲熟讀醫書 給人診病用藥 幾乎藥到病除 總理看後 當即手下批示 讓中國科技大學 組成考察小隊 到贛州考察 如信中情況属實 和對其破格錄取 於是兩位中科大教授 帶著求真的目的 來到贛州 在一間小招待所 見到了寧伯 一番考核下來 他們發現 面前的少年 比信中描寫的 更加令人震撼 考察團中的一位教授 是中科大圍棋手 卻兩次落伴 在於宁伯的對議中 之後 無論是文學著作 還是中醫診問用藥 他都對答如流 毫無疑問 宁伯是一個真正的天才 他也隨之成為全國焦點 宣傳宁伯 也成了當時的一項政治任務 所有的新聞報道 都稱呼他為 中國第一神童 有了宁伯這個榜樣 全國各地的舉荐信 雪花般地堆滿了 中科大的信箱 隨後 中科大又組建了 規模更大的考察團隊 奔赴全國各地 尋找神童 1978年 中科大獲格錄取宁伯為大學生 並為此成立了 中國第一個大學少年班 作為第一個入選少年班的孩子 宁伯一時間風頭無兩 副總理前往中科大訪問時 更是破例親自接見了 這個年僅13歲的孩子 還同他下了兩盤棋 宁伯兩盤全勝 與副總理下棋的照片 家喻戶曉 這一畫面 被媒體以中國神童的標語 刊登在了頭版頭條 電視台也趕來給他們拍紀錄片 片頭是宁伯 率領著一群面容稚嫩的少年 在夜幕下指点星空 彼時的宁伯可以說是春風得意 一日看盡長安花 可當時的宁伯 怎麼也不會想到 命運贈送的禮物 從來都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曾經讓他引以為傲的神童美名 日後卻會成為他一生的枷鎖 咱們都沒想到 昔日的中國第一神童 進入大學後 開始沉迷早恋 可他年紀小不適合戀愛 加上個頭又不高 女生只把他當作小孩看待 他們對宁伯的第一印象是 頭很大 不愛說話 經常戴著波尾平底一樣的眼鏡 仔細盯著人看 他也不擅長和人交流 和女同學搭訕時 只會說一句 我可是宁伯呀 那種理直氣壯的語氣 仿佛只憑宁伯這個名字 就能順理成章 獲得女生的青睞 除了男女關係上的問題 宁伯對於學習也不上心 入校後 宁伯被安排學習 當時中國科學界最熱門的領域 理論物理 他雖然擅長寫師下棋 但專業成績卻並不理想 甚至比一般同學差很多 原因是他置不在此 不感興趣的東西 讓他提不起絲毫興趣 宁伯不及格的科目 也越來越多 一年後 他就向學校遞交了轉校申請 希望可以轉到南京大學 研究天文 但在那個個人利益 必須服從集體利益的年代 中科大自然不會願意放人 批附上只寫了六個字 既來之則安之 老師們認為 他是社會的焦點人物 又是全國兒童的榜樣 不能任由性子 當時把天才 用在物理學這些正經的學科上 後來用宁伯自己的話說 當時自己像是一條被摔死賣了的活魚 任人百步 轉校申請被拒絕後 宁伯日漸消沉 性格大變 不僅踢了一個光頭 也總是喜歡躲在人群背後 不接受任何採訪 也停止了課外活動 他開始夜觀天象 研究宗教 甚至在宿舍裡練起了氣功 1982年 19歲的宁伯本科畢業留校任教 成為全國最年輕的講師 在這期間 宁伯沒有做出過任何學術成績 他唯一的價值 就是在每一次記者訪問時 對著鏡頭扮演好自己吉祥物的角色 同事們納悶 他為什麼不考研究生 宁伯卻告訴大家 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 那樣才配得上神童二字 可事實是 他只是恐懼失敗 極度自尊又極度自卑 宁伯一邊享受著神童的光環 一邊又想擺脫神童的枷鎖 到底還是失敗了 他曾多次嘗試和父母親訴 可即使是他的至親之人 也更願意接受那個媒體塑造的天才宁伯 最絕望的時候 宁伯對朋友說 我有時候感覺自己就像祭壇上的一隻羔羊 為了給老百姓祈福 就要殺死我 1998年 中國第一神童宁伯 參加了央視一檔實話實說節目 可當主持人提到少年般的話題時 宁伯卻突然情緒失控 頻繁搶博話筒 對神童教育猛烈開炮 我們面對的是孩子 不是做生意 做生意做孩子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面對的是孩子 不能把他們做這個實驗 2002年 宁伯離開中科大 前往五台山授界出家 從中國第一神童 到寺廟裡的掃地僧 這場高壓之下的叛逃 宁伯已經整整醞釀了十年 2005年 在闊別26年後 第一屆少年班的學生 第一次集體回到了中科大 當初曾以宁伯為偶像的少年們 如今已成為了青華紫光的總裁 成為了微軟中國區的負責人 當年 他們隱藏在宁伯的光環背後 沒有人叫他們神童 唯一的任務 似乎就是好好學習 自由生長 現在看來那些冷遇 反而給他們帶來了真正的自由 這次回校的人群裡 並沒有宁伯的身影 校方的歡迎名單上 好像已經被所有人默契的遺忘了 那張入學登記表 也許是宁伯留在這裡的唯一記憶 如今的宁伯繼續研究佛法 既無家庭也無事業的他 變得越來越胖 俨然一個中年發福的男人 更令人遺憾的是 雖已躲入佛堂 但宁伯身上的標籤 卻從未真正摘下 不少人前來聽他講解佛法 目的只是為了看看 昔日神童金石的落魄 後來宁伯接受采訪時說 如果青春可以從來 絕不會再讀少年班 如果當時宁伯沒有被選進中科大 又或者是成功轉去了南大天文系 等待他的又是何種人生 雖然我們無法設想 但能夠確定的是 至少今天的宁伯 也會比那個活在中科院裡的神童快樂 他雖然治理超常 卻一直被迫接受 所有他不喜歡的東西 他掙扎反抗 直到最後出家 這些讓宁伯喘不過來氣的被迫 又何尝不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常態 我們終此一生 不過也是想要擺脫他人的期待 找到真正的自己 哪怕那個自己 並不如想像中的光鮮亮麗 這個影片我有很多話要說 所以當神童好嗎 被人家當做神童來栽培好嗎 他活在那個背景1977年 溫革剛結束的時候 1977年是我的17歲 那時候我17歲 所以我是活在這個時代的脈動當中 看懂這些新聞的意義 這個新聞這個太多可以討論的地方 他到底有沒有找到人生的真理啊 沒有耶 我覺得沒有 或還在尋找當中 其實當個被以為是神童 對他來說是一個好事還是壞事 壞事 壞事 你聽懂嗎 壞事 那後面還有一些不以神童 被推舉的煩惱很好對不對 那他應該比這些人 被視為神童更優秀才對 可是沒有因此 獲得更好的栽培 他要他讀物理 你知道為什麼 被逼迫讀物理 因為物理學才是當時的最好的 不是對他最好 對國家最有利益的科系啊 不是普通人讀的 他是被逼迫了走一條不隨機的道路 所以生命需要有自覺嘛對不對 可是他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嗎 不行 他在整個體制內 我們說的不是個人的問題 整個時代的背景之下 那我們的前途在哪裡 因為你知道嗎 再多說幾句 從那個燃物運動以來 就是想著中國 就想著把兒童送到外國去栽培啊 現在是在自己國家裡面栽培 應該可以有更好的前途才對 你發現是什麼 思維有問題嗎 對不對 這背後的思維有問題 這個沒有改變的話 更多的神童的悲劇會誕生啊 所以 你應該怎麼看這個問題 凡勝不二嘛 你用佛法來看這個問題 那這樣的話 整個教育 整個國家的前途全部不一樣 你知道嗎 這個地方才值得我們要去 可以用這個來理解佛法 對這個世間的貢獻 對不對 今天時間超過太多了 不好意思 我們準備下課 哇 就算了